男人偷人最爱去的四个地方 女人不得不防 男人玩心很大 即便是最顾家的男人 其实内心也隐藏着小澎湃 只是他自己有着底线和原则 但是男人又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很容易受荷尔蒙支配 而做出不轨的事情 男人一旦逾越底线 就爱去这四个地方消费 一 桑拿按摩场所 现在人们很注重养生 更喜欢做按摩保养自己 而界面上各式各样的洗衣浴桑拿场所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虽然一部分是比较正规的生意 但是多数却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看似比较正规 里面却暗含了许多肮脏的事情 甚至还有一些行业暗语 男人就像偷心的猫一样 爱去这种地方寻野味 二 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 现在的舞厅歌厅酒吧等娱乐场所 同样是出轨的好场所 因为这种场合本身就是暧昧又有诱惑力的 男男女女在昏暗的灯光中 肆意发泄着体内的欲望 而且人在酒精的麻醉下 很容易失去意志 更容易放动自己的情感 这些场所很容易发生一夜情的事情 三 麻将等赌博场所 虽然小赌一情 但是却不能沉迷其中 毕竟这不是正当营生 整天能打麻将不顾家的人 肯定是一些无所事事 游手好闲的人 一群人在蜂蜜的空间 不但打牌消磨时光 更是会言语暧昧 久而久之就会生出孽缘 四 各种明目的聚会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人们开始爱参加一些聚会 比如最具代表性的同学聚会 群友聚会等等 聚会本是可以拉近朋友同学关系 增进大家感情 但是这却成了出轨的温床 忍不住寂寞的人 总会以聚会为发展情人的平台 特别是男人 还会打着初恋的谎则 去占有女同学 达到既能弥补自己多年前的愿望 又能得到滋润